走完了大峡谷 我们今天下午要前往 印第安人的保留区 我们要去一个佩吉 佩吉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是很漂亮的 这个佩吉这个小镇 是一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区 那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其实来到佩吉 主要是要去羚羊峡谷 但是羚羊峡谷 规定是不能摄影 规定是不能摄影的 你看这个圆导的风景 就让我们感觉 我们马上要进入羚羊峡谷 羚羊峡谷 其实后边这它是高峰 它是高峰 天气好 这实在是 起起来 我们现在来大家来欣赏 我们佩吉小镇 要到羚羊峡谷 要到羚羊峡谷的这个 风景路上的景观 我们到的那个 我们说那个羚羊峡谷 羚羊峡谷实在是非常漂亮 但是没有摄影 但是曾经我们有 人客 有女客 要用手机把它摄影 他说摄影机不能摄影 他就说摄影机不能摄影 没有就用手机摄影 有人有手机摄影 虽然我们有去看 后期 没有摄影 但是我们今天就把羚羊峡谷摄影 把羚羊峡谷买 又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再回味一次 很遗憾 就是羚羊峡谷这么漂亮 竟然不能摄影 很多地方都不能摄影 都不能空拍 现在有世界 所以说 这次 我们为什么男兵能够拍得这么漂亮 因为北家有 这里也没有规定 不能空拍 所以 我们就特别 拿空拍机去把它摄影 你看 土厨 风景都这么漂亮 这个羚羊峡谷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都是沙漠地形 沙漠地形 也都是蚝羽 极柳切割台币 所造成的地裂 那个裂缝 所以才产生一个 所以我们到羚羊峡谷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巧克力 巧克力的那个颜色 已经看到了 已经接近了 好久 已经看到 这个类似大峡谷的风光 然后 彩色的 左右两边 这样形成 不同的景观 每一次 如果来美西 看到他们的公路 这样这么厉害 都会想起来 路把两边分开 那我们就是巴子在前进的这种感觉 看到这么有特色的景观 真的是非常的奇特 我们看到那个白白的 其实那个都是有一点盐分 渐渐 所以人家说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做盐湖城 就是渐的 我们看到这种草 稍微发露出来的这种 都是小于咸性的土地 渐渐 包括我们去那个死亡族 那也是一个鹽鹅 也是一个鹽鹅 所以在这个 在盐湖城 在亚利桑那州 犹他州 所以我们可以说横跨三个州 我们可以看到沿途 这个红土 红色的岩石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 草啊 草啊 都看出来 这个地方就没感觉 说 这个土地是鹽的 那个感觉 所以说 我们从 亚利桑那州 犹他州 我们会进入林阳峡谷 还会 马蹄湾奇景 然后我们还会看到 更漂亮的 布莱斯峡谷 哇 像这 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领土 所以 去到美国一定要坐车 其实 美国的巴士 就是坐起来很舒服 让你 坐车坐很久 你也不会累 然后 你这么美丽的风光 你也会舍不得睡觉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每一年 有不同的摄影师 他们拍摄的风光 其实 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有的人说 美西 我看过了 我去过了 事实上 我们每一年 都会有不同 不同的呈现 像 我们今天拍的这个角度 也许去年拍的 就没有拍到这个角度 不一定 那 随着今天的天气 今天的气候 我们所看到的风景 是不一样的 这个感觉好像进入黑布峡谷 黑布丽山的雪墙 那我们旁边是彩色的 岩石的那个石墙 一样有那一种 一起同工之妙 在整个真的 慢慢无边的土地上 真的让我们看不到镜头 就是只有往前走 往前走 那坐在车上的旅客 就说 我们还要坐多久 好 我们就是车开开开开 开到有休息站的地方 就是让大家上厕所 我们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确实是都要坐车 坐蛮久的 但是坐在车上 并不会让我们感觉无聊啊 来 大家看这边 嗨 啊 你们都没有尿尾 给我坐 哇 我们已经来到了 马蹄湾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 马蹄湾 好 嗯 嗯 很值得看喔 好 马蹄湾 这个地方 这是桃红色的 我刚才说 桃红色 以巧克力色 那这个马蹄湾 这边都没有围栏 常常有发生 这边有人掉下去的时间 哇 大家要小心一点 齁 有的小孩 好够 就像了 你看 这么多观光客 来看这个马蹄湾 这个马蹄湾 实在很值得看 在我们的中国大陆 云南 那个长江的沿头 也有一个 很像美国的这个马蹄湾 同样的这样的景色 其实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不过有的喔 这 落下去 切它 落到十五只架 如果落下去 在那个 科罗拉都河 可能就不够了喔 做得到 帮来 是 你 感谢观看